大家好 今天是7月6日 星期三 港股開始是未跌的 行政指數跌 75點 國企指數跌19點 科技指數升7點 金融和石油股下跌 匯豐跌2.16%領事數跌38 中海油跌3.9%領事數跌14點 港交索跌1.46%領事數跌12點 相反 阿里巴巴升3.3%領事數升 55點 藥名生物升2.3%領事數升13點 A股開始是跌20點的 企業又跌破 100元美金一桶中海油跌3.5% 中石油跌3.2% 是最大的藍籌 商品價格下跌 拖累了金屬股下跌 中國的混橋跌4.6% 中旅跌4.69% 江西圖跌3.9% 煤炭股也跟隨下跌 染礦跌9.8% 神華跌5.9% 中煤跌7.3% 但是美國可能減中國進口貨的關稅 創科升3.7% 新州國際升1.2% 醫藥股跟隨藥名生物反彈 石油升2.8% 中心製藥升2.1% 再頂升4% 白製神州升13% 歌禮製藥升10% 康芳生物升9.3% 但是港股開始後 大幅下跌300多點 主因就是英國首相Johnson被逼供 英鎊急跌拖累 匯豐跌4% 領事數跌70點 中海油跌5.4% 領事數跌20點 保險局也全部下跌 右方保險局跌1.4% 領事數跌24點 平保跌2.3% 領事數跌15點 A股上收市跌45點 恆生指數上收市跌299點 國際指數跌115點 科技指數跌55點 成交747億元 下週跌幅大 恆生指數跌500多點 金融股領跌 匯豐跌4.1% 領事數跌71點 其他的就是內需股都急跌 海底撈6% 跌幅最大的藍籌 華園啤州跌5.6% 泛州國際跌5.4% 吉利跌3.3% 葵程也跌7% 手機設備股都跌 信譽光學跌3.5% 恆生指數最低跌21286 跌567點 但是低位有成節 恆生指數反彈200多點 收市恆生指數跌266點 國企指數跌96點 科技市恆生指數跌59點 成交1,413億元 英鎊急跌 拖累匯豐下挫 令到港股急跌 是個批貿選舉 財政地的位置 最受益的牡頭